先講啦 就是說 包括他們時代力量 吳春晨這些 他開始這個 什麼時代力量 民眾 不是 民眾黨 民眾黨 他會時代力量什麼事 小玉子們吃愛玉的食物中毒的什麼 今天這個記者節優 好 那個民眾黨就發起了連署 吳春晨這邊 我們先來看 就是說他的這個訴求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看 我會覺得有點看不太懂 第一個 他是講說他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理由 當然就是跟民眾黨回過頭來 就是說 因為那個檢調啊 不公平啊 都來搜索中央黨部啊 余悅的搜索的範圍啦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他們認為說 這個對柯主席的偵訊時間太長啊 馬拉松式的偵訊 這個也是民眾黨之前講的 可是我必須講 光是他講的這兩點 北檢都已經發了新聞稿 都已經說明很清楚了 就是說他們去搜索 那事實上 因為柯文哲的活動範圍 中央黨部也是柯文哲的辦公跟活動範圍嘛 所以他們也認為是有必要搜索 那第二個 就是說什麼馬拉松式的啦 或者是說什麼車輪戰啊 疲勞啊 這個北檢也都澄清了 都說有非常注意柯主席的身體狀況 還有一直問他要不要休息嘛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所謂的後審室 也都有給他傳 美國人有在管這種事嗎 對啊 會管嗎 對 那到底美國人有沒有在管 那我們要看你講了這麼多 重點你的訴求是什麼 他要的這個連署他的訴求 他最後的訴求是說 我們希望法院可以秉持獨立公正的原則 然後來秉公審判 這是他的訴求 那所以他的訴求也是翻成英文 英格里許 英格里許就是跟這個中文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的訴求就是 我要這個秉公審判 然後要公平主理 然後這個要 這個就是要訴求到美國去 那我問你 所以是這樣拜登放人的意思 對 他的訴求是你要換法官嗎 不是 你要 他說你要給我獨立的公平的原則 然後要理性的審判 現在你是講說是誰 現在都還沒開始審判了 對 你現在是要叫哪一個法官 是現在要求要換法官 你是覺得現在這個北院劉德華 是什麼不公正 我相信劉德華 對 這英文我看過了 是跟中文是一樣的訴求 對 那所以你的訴求 所以讓人一頭霧水 你的訴求是什麼呢 你的訴求如果說是什麼 立即釋放柯文哲 我告訴你 我其實某種程度知道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我要請教一下阿晃 因為柯妹妹柯美蘭 今天有發文 柯美蘭說 台灣已經成為威權獨裁 對 而柯文哲是犧牲者 民主的犧牲者 鬥士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回答柯美蘭 他可能人生中的前半段 都在認真讀書 考醫學院 對 也是功課很好 對 可能沒有注意到 台灣的整個民主政治的歷程 台灣早就已經脫離威權獨裁了 那現在你去連署 我覺得都浪費時間 但是其實我剛剛發現 這個連署他們是有目的的 這小鈺拿的這個是英文 這是國外那種制式的 請願連署的格式 其實他後面下一頁 他是有可以捐款的 又要募款 再割一鍋草 還有說 你如果不捐款可以跳過 但是如果你捐款當然我也不反對 那個捐款之後是誰收 誰知道 當然應該 不會又進木殼 應該不會 對 就反正利用這個機會 再割一棵草 就是我講過 草就是一種定期會長高的植物 你不割它 它就會雜草重生 所以定期要割 你如果當草就要有這種宿命 要不然就趕快變成回頭草 再來他們的操作其實很有趣的 完全是政治上除了國外連署 我跟你講這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我真的呼籲小草們 不要浪費時間 也不要浪費時間 也不要捐錢 因為我跟你講沒有用 因為台灣現在不是一個威權國家 所以不會有人理你 第一個不會有人理你 你難道期待拜登今天派海報部隊 來把柯文哲救出去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 再來他們做另外一件事 就在今天下午在PTT 同時有15篇發文在八卦版 問卦 據傳北檢正在行求 什麼鬼啦 連發15篇 這可能是有人在協同操作 因為短時間之內連發15篇 換個人說現在在PTT上面 已經都被進水桶了 被版主進水桶 但是剛剛是出現 就是短時間之內連發15篇 幾乎在同一時間連發15篇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問一下律師 對 這個很可怕 還有他們現在高雄在動員遊覽車要北上 中間在雲林停靠要載人要接上來台北 其實這些動作全部都叫政治動員 可是我覺得他們 這兩天我感慨很深 就是說我曾經一直呼籲民眾黨的人 從政是一門需要紮實訓練 要有基本功的專業 不是你是網紅 或是說你符合柯文哲的需求 你就可以來從政 可是民眾黨 沒有那麼簡單 對 現在民眾黨裡面太多這種人 所以他們最基礎的政治判斷 是完全錯誤的 這也是屬於政治動員的一種 因為你這個 這也是政治動員 柯媽媽很清楚 因為政治動員 政治動員你就是要有理由 一個就是說這種就是政治上的理由 就是他的這些訴求 那第二個就是打悲情牌 柯媽媽這種就是屬於的悲情牌 他就是一方面要跟你訴諸 柯文哲現在很可憐 有可能被刑囚或什麼什麼 那另一方面就說 柯媽媽老人家什麼什麼的 這種都是所謂政治動員的語言 都是講給小草聽的 那你有可能去聲援柯文哲 你可能覺得對 司法不公 要不然就覺得老人家好可憐 怎麼會靠到這樣 所以他的這個 就是等於說軟硬兼施都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說這個你說美國會擔心說 那沒有辦法更對話 拜託 民眾黨要不是民進黨 不是 請他再少一個字吧 民眾黨跟民進黨差很多 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那民眾黨你 因為他本來也都會跟在野黨有 會啦 平常政治組都會 會聯絡 但是坦白講民眾黨 他現在才八席又不是八十席 他沒有大到說 好像台灣今天沒有民眾黨 然後就是整個台灣政壇要亡了 這個也太誇張 那當然我覺得所有的責任 都是要來自柯文哲 你柯文哲當時自己要請假的時候 我沒有說他被羈押 我是說他當時要請假的時候 他本來就應該要 就一定要想好你的代理人是誰 就現在看起來整個黨鬥爭很會 對外的訴求很會 但是反而自己對內鞏固 要不然就是黃國昌 沒肩膀 或者不敢扛起來 或是裡面的人都沒有人 還在鬥爭鬥一輪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失算的地方 因為他很喜歡做政治鬥爭 他很喜歡放任後宮 大家鬥來鬥去鬥來鬥去 那誰鬥了 誰贏了 誰就可以上位 可是我覺得 我就要講說 我覺得現在民眾黨的氛圍很奇怪 他一方面沒有人敢出來承擔 因為他們擔心說 柯文哲會不會就是覺得說 如果我這時候出來承擔 那柯文哲覺得說 你就是要搶黨主席的位子 你誰當黨主席 誰就是想要搶我的位子 他們也擔心被柯文哲 這個給忌憚或是怎麼樣 變得出來變得眼中釘 那第二個 那可能像黃國昌之流的 他會覺得說 這個時間點民眾黨那麼辣衰 那我不要處 他就是喜歡剪 就喜歡割韭菜的那種 我覺得等於說現在 這個到最後 搞到最後 就變成民眾黨會變得似不像 就什麼集體決策 那你反而一個方向 就是你的這個黨的方向 是什麼都沒有 方向感這件事很重要 剛剛小平有特別提到 我要請教一下蘇培 因為現在柯文哲在裡面 那北檢五箭齊發 五大案 真的嗎 有可能嗎 因為除了政治獻金 北市科也有 魚果市場也有 南港轉運站BOT案 全爭辦喔 說一個金華城不是就已經很累了嗎 這裡面五大案四大案 都是鍾小平貢獻的 但我可以幫忙講 因為這件事情是真的很離譜 鍾小平的功勞都被民進黨掠奪 沒有沒有沒有 他這個當箭頭 我們跟著跑 不是超越藍綠 土地正義嘛 沒有啦 而且我告訴你 這些東西都是明指明膏嘛 比如說我現在講 這個果菜市場的這一個部分 你知道柯文哲過去不是最愛跟大家講財政紀律嗎 他說過去的市場都藉由標給公共工程之後 都用低價搶標之後追加再追加把台北市民的明指明膏全部送給財團嘛 所以他任內絕對不會這麼做 結果第一果菜市場編了140億 兩次留標之後 居然檢像八包發給了中工 而在合約裡面怎麼訂我給大家看 這邊第一果菜批發市場改建 先看第一點 它是這個合約只訂到五樓 那六樓以上的新建工程 或續擴充全部的工作範圍跟嫁金之後才訂 這就是簽給中工的 你知道嗎 意思是什麼 我本來是要蓋七樓八樓的 結果呢 對 來我給大家看 我覺得他好像蓋房子可以這樣搞 對他本來是要蓋 先蓋這個後面再幫你加 魚市場要蓋到八樓 水果的部分要蓋到六樓加上空中花園 結果呢 超140億飆不出去 飆不出去之後 他就把這一塊剪掉 剪掉 然後中工就得標了